这里是一片红色沃土 欢迎来到中共厄玉碗中央局 成立就职的纪念馆 电影《小花》的原型就在这里 我只剩在延安 只剩四个月就逗留 将一点五点 当地的创业者们 靠红色旅游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村民们不仅收获了财富 也收获了幸福 今天的《生财有道》 将带您走进革命老区 湖北广水无垫镇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广水市 无垫镇江西殿 这里属于大别山革命老区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一代代广水儿女 在这里谱写了一手手 气壮伤和的英雄史诗 小说《铜百英雄》的故事 讲述的就是这里 广水市无垫镇 位于厄域交界铜百山南路 在这片土地上曾留下许多红色印记 这里是厄域晚中央局的成立地 中原野战军的祖建地 铜百战役的侧原地 这里曾留下李先念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足迹 更留下了中原军民 艰苦卓绝 顽强战斗的不朽精神 好的 各位亲爱的游客朋友 大家上午好 欢迎来到中共厄域晚中央局 成立就职的纪念馆 现在大屏幕上播放的 就是上世纪拍摄的一部电影 《小花》 人物原型《小花》 今天就住在我们吴殿镇 叫黄延安 在上世纪 就是这首歌 《妹妹找歌泪花流》 到现在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著名小说《铜百英雄》 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 铜百山脉一带的革命战争故事 小说影响了一代人 1979年 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小花》 其中 影片中的两首歌曲 《妹妹找歌泪花流》 《龙花》 传唱至今 四十多年过去了 电影《小花》中的小花人物原型 抗战英雄黄春婷的女儿黄延安 就生活在吴殿镇 在我身边这位呢 就是电影《小花》的原型 黄延安黄奶奶 黄奶奶您好 您好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4 身体还挺硬朗的 可以 您出生在我们吴殿镇吗 我出生在延安 出生四个月就逗留 像一点五件美 同百山南路 大别山西端的湖北省 广水市吴殿镇 娄子湾村 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 电影《小花》原型黄延安 一直生活在这里 吴殿镇 是黄延安的父亲黄春婷 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黄春婷 1930年投身革命 舍家弃儿 直到英勇就义 黄延安从小被父母寄养 在一户农民家中 电影里的小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而现实生活中的小花黄延安 用一生给后人讲述 革命先烈们的英勇故事 时至今日 电影《小花》的故事 仍旧感动着吴殿镇的父老乡亲们 甚至与他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你们这是在秀鞋店啊 唐华店 唐华店 唐华店就是我们所说的秀鞋店 你们这秀的是什么呢 秀的是小花 为什么要秀这种小花呀 因为小花是革命传承的好人物 所以我们就习着义 一幅幅似有小花图案的鞋店 可以看到当地百姓 对革命先辈精神传承的坚定信念 精美的鞋店 不仅服务于百姓生活 又充分展示了村民们 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我们吴殿镇是个革命的老区 有着光明的佣军传统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吴殿镇人民自华地 为部队筹款筹粮 起义 做饭 做军邪 为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胜利 做出了投资的贡献 吴殿的唐幻村 2020年 于显 中族部 决定的全国 1000个红色美尼士幻村之一 在当地镇政府的带动下 通过红色旅游的加持 各村都开办了农特产品店 为的是给农民增收 广开门路 在这里 不仅有村民们纳的鞋店 还有特色的农产品 我看到这个陈内会上 还有我们刚刚看到的手工鞋店 对 这个就是我们下乡在一些老百姓家里面 帮忙他们收购的 然后帮忙用我们人民公司帮忙他们出售 这是多少钱一双 这个一般收得好一点的算是四十块钱一双 像我们唐幻村吧 就是红色老区 每个月都会有一些单位过来 这个学习旅游 他们走的时候 一般都会带一些这些手工品 作纪念 那咱们这个合作公司的经济效益怎么样 经济效益还行 就是像我们开这个店商的话 一个月大概 纯金润应该有七八千块钱 一个月七八千呢 因为一年就上十万 对 差不多 在农特产品店里 最受游客欢迎的农特产当属茶籽油 茶籽油是从油茶籽中提取的食用植物油 色泽金黄 气味清香 茶籽油的营养成分与橄榄油相似 素有东方橄榄油之美称 茶籽油是无垫镇支柱型产业 因为无垫镇属典型的山区乡镇 山坡地势较高 排水良好 土壤深厚 偏酸性 适宜油茶种植 产出的油茶果 紫粒饱满 含油量高 这个里面的油茶籽咱们能看一下吗 好 我打开你看一下 我给用牙咬一下 挺脆的 看一下这个 还是白白嫩嫩的油茶籽 还是嫩子 那它这个到什么时候成熟呢 11月份吧 11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采采 采采给我放地下 放水泥地上摔一下 自己都打开了 那么我们这个油茶树 从种下去到我们这个挂果 需要多长时间呢 一般的是五至八年子 可以采采的 差不多挂果了 那么我们这个 像我们这样的一棵树 挂果能产多少油茶籽 一亩 我们这一棵可以产十斤茶籽 十斤茶籽可以打两斤油 十斤茶籽打两斤油 就是这个五比一的比例 对 差不多 您种了多少亩这个油茶 三百亩 三百亩 您算过吗 咱们这个光是种油茶 给您带来的经济效益有多少 一年差不多二十万左右一万 油茶种植户蔡施贫 今年六十二岁 吴殿镇唐贩村人 退休后 他改造荒山种植油茶三百亩 带动周边三十二户 一百四十一人 每户平均年增收四千六百元 除了售卖油茶籽 菜式饼还会把部分油茶籽 送到村民吴后明的炸油房 炸成茶油 以每斤六十元的价格售卖 这个是炸出来的油饼 好烫呀 很烫 这个看着像个 这个得有多少度了呀 大概就是一百四十度左右吧 一百四十度 你徒手就这么接着 我只能用这个手指甲拿一下 我这烫 你看这个像瓦片一样的就是我们炸出来的这种油 压出来的油饼 非常好 这个油饼还有用吗 就是当肥料网 可以当肥料 拿到地里都不长成 庄家都不长成 就这个我们这个油饼压出来之后 撒到田地里面 可以预防我们的变葱汉 没有变葱汉 这个收的话多少钱 大概就是八宝 收这个茶油饼还是八宝钱一斤收走 我看咱们这边的油已经出来了 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说这个是出油吗 毛油 毛油啊毛油 然后现在是流出来之后在这里 过例一下 吴厚明今年52岁 15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手工榨油 这一干就是37年 至今从未停过 划门一打开我们这个油就流出来了 咱们接一点看看这个油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刚刚出来的成品油 像虎壑一样的晶莹剃头 我来闻一下味道 闻一下看香不香吧 哎呀真香 这种很醇厚的香味 吴厚明的炸油作坊炸出来的茶籽油 金黄透亮 品质优良 深受附近一带村民的认可 大家都爱去吴厚明的店中 炸油和买油 除了茶籽油 他还加工菜籽油 花生油 芝麻油 葵花籽油 仅去年一年 吴厚明的炸油作坊为客户加工茶籽油 3000多公斤 收入3万多元 在吴店镇十字街47号 有一家42年的老字号 店主赖首亮 今年61岁 经营着一家猪肉饼店 咱们先把圆的面团给它按扁 对 再包上五花肉 这个五花肉 除了五花肉还有别的吗 葱和一些香料 师傅您等等我 香料 您刚刚说这个香料是属于秘方吗 对 这个香料肯定是秘方了 我看您刚才这个就收口了 往下按 一边二一边收是吧 我来试一试 这真是个技术活 这手有点跟不上 这就没您按的那个揉的圆 只有那个揉 你包进去就可以了 师傅您看我这个行吗 这个收留的行吗 可以啊 按下去 按下去可以 按下去 然后放在这醒一会儿 嗯 醒一会儿 猪肉饼用上等五花肉 葱姜调味料制作 风味独特 酥脆可口 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 因形状像乌龟 被当地人称作乌龟壳 猪肉饼制作看似简单 其实较为复杂 使用的老面四季都要分开 自配的调味料带有秘方 烘烤 全凭经验 很难掌握 陶罐里上百度的高温烘烤着 常年做猪肉饼的赖师傅 早已练就了一番 铁壁铜手 赖师傅 咱们这锅猪油饼 是不是差不多到时间了 差不多了 可以了 这个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尝一尝我们这个 新鲜出炉的猪油饼 这个猪油饼你先来尝一下 里面香脆好吃 哎呦 小心 特别的烫啊 这刚刚您听到了 拍这一下的时候是清脆的 哎呦 好烫好烫 听到了吗 特别的脆 好吃 又香 然后这个浓浓的香葱味 还有我们的这个猪油味 混合着我们这个 有一点辣 这个味道 我们的五花肉做的 做的里面的香料里面 有一点的拉粉 简单的食材 做出来的东西 往往最打动人 当饼子扔进大缸里 几分钟后 出炉的那一刹那 朴素的食材 激发出诱人的味道 我们这个猪油饼 现在一个卖多少钱 一个三款 成熟的二十多万吧 赖手量的猪肉饼 以它独特的口味 吸引着难来北往的时刻 每天都能卖出一千多个 逢年过节 数量更是翻上好几番 您好 您是老板吧 是的 怎么称你呢 免贵新熊 熊姐 我看到你这个农家乐 收拾得还挺干净 挺漂亮的 这个我听说 来到咱们五店的很多食客 到您这个农家乐 来了之后 一定要吃你们家的一个 这个特色菜叫做 香菇烧土鸡是吗 是的 这个香菇我知道 是我们这个 无店的支柱产业 那这个土鸡是 是我家里后院养的 后院养的 对 那这个咱们方便去看看吧 可以 香菇烧土鸡 是熊秀娟农家乐的 一道经典好菜 吸引许多游客 慕名而来 这道菜之所以好吃 主要原因就是源于其中的食材 这些鸡都是在山上放养的 看那个还在山上溜的呢 对的 对的 如果有客人来的话 就是我们现场就说 抓一只 就是炖给客人吃 就是那种香菇炖的 就是客人来了 要订这个香菇炖烧土鸡的时候 是的 咱们就来这个鸡舍里面 现抓一只鸡回去做是吗 对对对 你看您这个一喂食的时候啊 刚刚我看那个从山坡上面 下来了好多小鸡 是的 像咱们这个做香菇烧土鸡的这道菜 咱们需要的鸡一般是养多长时间的 烧的就是那种小子宫鸡 三个月以后就可以那个 三个月以后就可以上桌了 对对对 炖的啊 炖的就像用老母鸡 它就吃这些东西 这稻谷啊 还有在山上放营的那种小虫子啊 那些就是山上放营的草之类的 就是平时它们去山上 然后就自己找食吃 对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咱们就喂咱们这个当地产的这种稻谷 除了主要食材土鸡是自己喂养的 就连烧制这道菜的配料 生姜 也是熊秀娟自家种植的 这就是我们那个放生姜的地方 这挺大的呀 是 比较大 从外面看这个像个这个城楼一样 有这么多生姜呢 是啊 这都是买的放在这儿的吗 都是我自家种的呀 放在这儿保鲜 然后咱们就是随时用来随时来取 是的 这个很真新鲜 老实新鲜 那做咱们这个香菇烧土鸡 它这个是不是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呀 起一定作用呀 可以杀菌 还可以去预防感冒 还有炖在鸡子里面 那个鸡肉也不可鲜 炖在鸡肉也不可鲜 经过20分钟的等待 我们这道特色菜香菇烧土鸡 就新鲜出锅了 我给你加一块 你赏一赏 行 来 来了一个鸡腿 我来尝一尝这个味道啊 来 嗯 好吃 这个肉比我想象当中的要这个嫩一些 然后这个咸香入味 吃到嘴巴里面呢 有那种淡淡的姜味 姜香味 然后还有一点辣辣的口感 混合着那个香菇的浓郁的香味 特别的好吃 我想再尝一尝我们这个特色香菇 闪一下吧 看这个香菇啊 这个个头 好肥啊 我来尝一尝 肉质很肥厚点 嗯 很有嚼劲 而且这个香菇的 入味的这个程度 也很好 不夸张的说 有种吃鲍鱼的感觉 脆嫩的 鲜香的 我从荷兰过来的 那怎么会想到来吃我们这个农家乐呀 嗯 首先我是在网上看了的 嗯 我对那个红色历史比较感兴趣 嗯 我们这五店有个红色革命旧址 我也听说香菇好像是本地的一些特展 吃了 那个香菇非常厚 也比较香 肉汁比较充足 吃起来鸡肉味 香菇味 都有 如今 随着当地政府对吴殿镇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 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红色文化 也带动了当地农家乐生意的红火 玄姐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个农家乐的呀 嗯 因为这边我们这边五店这边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中老年人也比较多 嗯 那个王子沙滩呢 还有新思郡遺寸那里很多旅游的 我就想哎 我说 开个农家乐也比较好呀 那你 我们投机是自己的啊 还有自己 菜园里种的菜 还有自家鱼塘 让他们这些人吃起来比较放心 又安全又健康 就又保证了我们的菜的这个原生态 是的 然后又可以让我们这个游客尝到本土的这个农家味 对不对 是的 那我们现在经营农家乐 嗯 一个月大概收入是多少呀 大概五六万吧 那这样算下来的话 一年大概是六十万左右 是 这个收入还是很不错的 用好红色资源 弘扬革命传统 湖北广水市无电镇 坚持党建引领 加红色文化 加乡村振兴的模式 依托红色文化 促进红色旅游发展 同时 积极发展一批 集教育餐饮 民宿 观光旅游等 于一体的项目 为乡村振兴 打开新的局面 无电镇 红色文化底润 非常的深厚 我们就利用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建成了江西殿 红色革命 旧志城教育基地 每年 前来接受爱国旅教育的 游客 达二十万 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同时 我们以乡村活泽公司为抓手 通过党建引领 群众参与 集体出资 社会资本入股 等形式 形成了油茶 香菇 防桃 云雾米 云雾茶 小黄江 六大支柱产业 有力地推动了 乡村振兴 如今 吴电镇按照原汁原味 修旧如旧原则 对73处革命旧址进行修缮 兴建红色文化广场 和红色文化展示中心 进一步增加红色历史文化旅游景点 对游客的吸引力 目前 该镇开办餐馆 农家乐六十余家 带动就业六百余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